首座时间 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不管您是学生族还是说是上班族的话 平常一定有很高的几率会需要使用到纸 或者是笔这一类的文具产品 不过像我就是直接让他们撕散 在我家里随便 但是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话文具会有一点点可怜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需要一个铅笔盒 来把它们装起来当成他们的家 而现在适逢年末啊 其实我刚好在思考说要送这位小姐什么生日礼物 就在这个moment 这个moment呢我们收到了香港皮革专门店的影片邀请哟 那记年初的时候我们做过皮革剑桥包 现在又可以再动手做皮剑啦 对这次刚好呢就换我送给她一个 美丽又实用的皮革笔带啦 就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嗨起来迎接她自己的笔带材料包 请她自己制作自己的生日礼物哟 我们品牌的制格宗旨呢 是Made in Hong Kong Made by You 业务就包含了皮革生产及制作 手逢材料包 客制化的皮具 还有团体的工作帮 那他们是背负着要保护夕阳工业的决心 把充满着本土情怀的皮革制作传承到香港的新一代 并且要让皮革爱好者可以感受到香港制造皮革的温度 那一方面呢是要支持香港制造 这里推广手造的产品 那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想要重新的建构香港制造业的价值 来重拾香港奏情怀之余 还可以同时创造出迎合新时代的价值 笔带材料包介绍 三角拉链笔带 尺寸20乘以5乘以5.8公分 材质透染直揉牛皮 我们来看材料包里面有什么 材料包里面呢有说明书 然后还配置了一条拉链 它的制作皮件 以及专用的蒸和辣线 还有床面处理器和白胶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起来吧 其实这间的牛皮啊 他们坚持采用回收的本地图房牛皮来制作皮革 它是既环保呢又能减少运输时候所产生的碳排放 完全就是Made in Hong Kong哦 什么叫整齐 什么叫整齐 整齐 尾巴这边比较粗是因为我加强 它变变得越到固扯度 它是像这样叫错的吗 可是如果你没有按照它 你没有固定统一由右边起或是左边起的话 它就很容易会歪歪移 所以你一定要同个方向前进 比方说我一定是右边先过来 然后放在下面 左边从左边过来走 它是放在它的上面 但是呢我们要先来介绍我桌面上目前使用的比方 等一下再隆重介绍我们的新伙伴 首先看到第一个哦 它这个比带是我一般在书店购买的牛仔布比带 它主要放的东西呢 是我的水彩色铅笔门 它里面还会长辈的附有一支水彩笔 和一支美工刀 就是方便我在发花的时候可以使用 水彩笔有点奇葩耶 其实 因为它就是要拿来涂色 就是我在画面比较贴纸的双配就是在这里 好爱的 爱的 那第二款是这个 花生呢是我从韩国买回来送给它的 那我现在是把它使用在平常上槌的时候 里面主要都是放我目前会使用的一些文具产品 像SALASA副古色笔啊 这一套都是放在这里面的 那它的装载容量也很大 那这上面呢还有这个屁股破掉的小花生也很可爱 它是个很灰浅的笔带 对它说它的屁股很痛 那如果说今天出门使用的背包它比较小的话 我就会把一些可能会用到的笔带 抽出来放到这个白色的小笔带里面 所以你看啊它其实就只有几支笔而已 比较轻便 就是basic基本款的一些笔 但它是白色耶会不会很容易这样 对啊所以其实我本来就有在物色说 我想要买新的签笔 新的 它就出现了 再来是今天的重头戏果的新礼物 这是我送给你自己去做自己的生日礼物 我个人觉得这个笔带它的颜色选得非常的好 这一款棕色啊搭配它皮革的质感 看起来就很有书香气息 好像说这个使用者就是一个读书人 我读书人 对读书人 之外呢这个厂商呢 他们可以做那个然后客制化的姓名押印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贴心 因为它可以让收到人就是比较有那种灰旋感的感觉 那这个也代表这每一个成品呢都会是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礼物 除此之外呢除了皮革颜色可以选择 它们就连大线也有别的颜色可以选购 我们来实测一下这个签名盒可以放多少支饼 10支11 15 5个蛋 现在我们平常 那我们现在已经拿了一个实用又美丽的一个皮革了嘛 它的后续保养呢其实大家也要非常的注意 这间皮革专门店呢也有提供不少保养皮革的产品可以做选择哦 包含去污保养油清洁组还有各式工具 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在它的官网上进行挑选 DIV好物拟值的拥有 大家见拜拜 大家在这边吃 大家见 是很环保然后可以你知道减少运输所 是既环保然后又能减少运输 它呢是既环保又能减少运输所产 手作指尖 大家好欢迎来到Y.A.Diary 失去了 这一次合作呢 你提供给喜欢Y.A.Diary的朋友们呢 一个优惠折扣码 没错我们也会将这个优惠码还有官网放在下面资讯栏中 那未来呢我们也还会有更多关于皮革手作的影片 敬请期待 DIY送礼自用两箱里的好物 你值得拥有 大家再见 拜拜